近日,00后男生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,用701个三窑跳绳,碾压在35年前由日本选手创下的423个三窑跳绳成绩,而如今他只有17岁,在三个月前成功进入国家队,冲击亚锦赛,将最高纪录留在中国,00后即将崛起,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跳绳小能手马家骏的飞扬人生。 马家骏是吉林一名高三学生,他练习跳绳已经有8年时间,期间曾因叛逆想要放弃,不过最终发现自己真正热爱,他从小天赋异禀,摊跳力和手脚协调力都异于常人,他小时候身材瘦小,为了锻炼长哥才练跳绳,没想到9岁就在全国跳绳联赛中取得冠军,如此高级点让他受到教练重视,15岁就能连续跳300个三窑,只是他想以更加稳妥的方式超越对方, 加强训练后能跳出701个,马家骏是团队里最刻苦的,每天上午上完课后,立刻赶到俱乐部训练,哪怕练到呕吐也要坚持,而这正是天赋和名气带来的副作用,他必须拿第一,他2021提交视频,到近日拿到认证书,马家骏足足等了一年,在此期间他加入国家跳绳队,准备在世锦赛中大放一彩,跳绳让人快乐,但练跳绳的过程是痛苦的,即使像马家骏这样练习多年, 的选手,依旧免不了被绳子抽到,他练习的绳,并不是常见的扑绳,而是钢丝绳,只有1.2毫米的钢丝绳,如果说普通跳绳会抽出一条条青子痕迹,那么钢丝绳就是抽人于无形,马家骏受过的伤加起来,没有1000也有800,看他跳绳是一种享受,他的速度跳绳,即使不加速,也让人数不清到底跳了多少个, 有人开玩笑说自己不想学跳绳,想和裁判员学习怎么计数,他的花式跳绳,一蹦一米高,花式双摇,还能反手跳绳,在跳绳间隙做俯卧撑,绳子一甩伸手耍帅,他训练的时候,根本看不到绳子存在,只能看手势,感觉他在跳绳,别人跳几个三摇就累到不行, 而他能连续跳几百个,甚至能跳一下午,体力耐力惊人,不过跳绳果然带给他回报,他已经长到一米八多,腿长胳膊长身材匀称,看来跳绳可以减肥塑形,除了马家骏跳绳外,还有一个人也因为跳绳出名,他就是前段时间参加穿船艺考的李林锐,凭借线上残艺展示中,不羁的跳绳方式走红,从最初摇摆,到后来把跳绳当骑马,甚至边跳绳边坐高抬腿,真是让人大开眼界, 不仅如此他还被邀请回母校表演,在红砖厂房表演,绳子只是他表演工具,有网友开玩笑说,自己模仿他跳绳,结果被绳子绑起来,捆得特别紧,劫匪看到指点头,他已超强肺活量以及体力,能不间断跳九千个,不管走到哪里都表演跳绳,就连当志愿者,都跳绳逗大家开穿船留不住这样的人才,人家最后去中国民航大学深造,两位都是优秀00后,如今第一批00后, 已经毕业不如社会,其他人也在各自领域发光,或许00后不是垮掉的一代,而是带来新生的一代,你喜欢跳什么,最多能跳多少歌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